现在时间七点整 讲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综教 也讲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美类的新台湾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发哥还是提醒大家 因为现在疫情爆发 每天每天越来越厉害 不过发哥和大家提醒 第一个不用太紧张 你就是把它当比较安静的心去看它 这个Omicron的疫情的爆发 本来传染速度越来越快 这是必然的 这是传染病的一个特征 发哥曾经给大家介绍过那本书 细菌钢铁与大炮 那本书里面就有一个专章 这本书是经典制作 就是传染病的一个特征 传染病一旦开始爆炸开来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包括以前有名的这些黑死病 天花 霉毒 这些传染病 都是历经过这样的过程 这些病在人体上刚开始出现的时候 死亡率都几乎都是百分之百了 然后渐渐的它会减低到八十七十三十二十 一直减低 因为你要知道所谓病毒 人类的病毒都是从动物身上来的 比如说像天花 比如说肺结核 像肺结核它是从牛传染到人身上来的 原来在牛的身上 然后传到人的身上来 那么变成人传人的时候 就变成很严重 那么人开始没有那个抗体 所以死亡率很高 但是你要知道病毒 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 和人一样 它在人传体到人的身上 人变成宿主嘛 死亡率很高 那个是病毒意外造成的 你要知道病毒它和人一样 它也想要活下去啊 它传到人身上的时候 造成它的宿主 人是它的宿主嘛 人的死亡那是意外的 因为人死亡的时候 它那个病毒也会死亡啊 病毒当然不希望人死亡 因为人死亡了 它自己也要死亡啊 所以它在进化的过程里面 它会自己会慢慢掩替 掩替的怎么样的状况呢 就是它的宿主不要死亡 我才能够不死亡嘛 那要怎么样让那个宿主 不要死亡呢 就是它的毒性要变低啊 变低 它的毒性会越来越弱 使得它技术的那个人体 不会死亡 但是它要变成一个 什么样的特性呢 它的毒性越来越弱 但是传播越来越快 因为传播越多人 它的生命率 它的后代会越来越多嘛 这是进化论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嘛 所以那个病毒会 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 但是毒性会越来越低 这不是传染病的特色 武汉会员刚出来的时候 你看你记得吗 两年多前 一出来的时候 你看那个死亡率 吓死人 大家怕死啊 对不对 丢丢的人 死亡率天天 别的国家 你看就吓坏了 台湾最高的时候 你看一天几十个 上百个人死亡 你每天都怕死 但是慢慢一直变形 一直变形 一直变形 变形到现在呢 现在你的传染的速度 你会怕死 对不对 每天都几千 到最后预测 会上万 一天上万个 但是呢 你认真看 每天的死亡率 平均不到一个 对不对 也就知道他毒性变弱了 但是他传播的速度变快了 变快了 越来越快 就像防疫中心讲的 将来一天上万个 那是不稀奇 但是都是轻症 所以呢 也不必惊慌了 所以变成说 染疫的人 这个越来越多 但是他毒性越来越轻了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呢 能够慢慢的过度啊 也就是说 过度的时间拉长了 拉长以后 如果那个医疗的能量 能够担负 然后毒性越来越弱 弱到呢 比感冒还要更弱的时候 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啦 所以如果能够 那个爆量的时间 能够再拉长一个月 两月到七月以后 根本就OK了 就没有什么 就和一般的感冒了 还要更没有威胁性啊 所以这段时间 我们还是要做好 这个防疫的措施的 请洗手戴好口罩 那么暂时这一两个月 大型的聚会啊 大型的没有必要的聚会 就少去参加了 但是心里也不必恐慌啊 让我们逐渐的度过这个风暴了 因为现在又加上物恶战争 经济的因素 诸多因素 终终缴获在一起的时候 社会的心理的焦躁不安恐慌 会造成很多 我们不可预测的负数 这个就会造成很多麻烦了 所以呢 心里安静下来 冷静的过日子 尽量不要去搅乱 那个社会的焦虑的因素了 其实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 因为这个疾病 再加上很多复杂的社会因素 现在我们社会里面 最可怕的已经不是这个 我们控这个病毒 而是现在失眠症 焦虑症 在街上啊 突然发作的 抓狂的人 越来越多 这这下就越麻烦了 你知道吗 这个已经比这个病毒的本身 还要更可怕了 心里疾病 突然在街上 抓狂的人 越来越多 越麻烦了 越是这样啊 要越冷静来处理这些问题了 对不对 发哥是希望大家呢 能够安静的 来度过这段 不稳定的群众心理的事件 发哥是念社会学的 发哥念的最好的一个科目 叫做社会心理学啊 改天再 我们来谈谈社会心理学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学问 你知道吗 好 我们就来继续来讲 杜勒斯与台湾的命运 这本书 作者王景宏 台北玉山社所出版 这本书是台湾人 一定要看的书 因为这本书 讲到杜勒斯 美国当时的国务卿 做的一些决策 影响到今天 我们台湾的命运 都还受到这个人物的影响 可以说战后 美国的所有政治人物里面 影响台湾最重要的这个人物 叫做杜勒斯 偏偏这个人物 是在蒋介石 蒋家父子在主导之下 偏偏是他呢 是国民党要我们遗忘的人物 但是却是我们台湾人 无论如何 不能够遗忘的人物 因为这个人是对台湾人 最大的恩惠 最大的恩人 那为什么蒋介石 要故意让我们台湾人 遗忘他呢 原因在哪里呢 为什么蒋介石 叫我们台湾人 不要遗忘罗斯福 不要遗忘麦克赫 偏偏叫我们遗忘杜勒斯呢 原因在哪里呢 好 这本书呢 分成九个章节 发哥今天呢 要和平常介绍书的方式不一样 我想从第九章开始讲起 第九章就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开始讲起 最后一章是什么 就是结论开始讲起啊 先讲结论 再来回头来讲别的章节 最后一个章节 结论呢 是什么结论呢 就是杜勒斯保住了台湾的民主的命脉 如果不是杜勒斯呢 台湾今天呢 可能已经没有了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杜勒斯呢 台湾今天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民主的台湾 这个存在的这个可能性 也就是呢 干脆利落告诉你啦 杜勒斯对台湾是多么重要 所以我们必须记住这个人的原因在哪里 好 我们从这个章节来讲 杜勒斯对台湾的重要性 台湾啊 从脱离日本的统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日本宣布呢 战败以后 在这个对日合约的时候呢 日本宣布放弃对台鹏的统治呢 那么到后来 蒋介石在中国败退 退到台湾了 退到台湾来 马上实施戒严 一直到今天的台湾呢 这个脱离戒严统治 然后呢 民主政治 然后到蒋经国过世 然后实施呢 民主的选举总统直选 正前轮替到今天 变成亚洲国家的民主的典换 追溯起来 有一个人物叫做杜勒斯 是这些台湾 走过了种种风风雨雨 最初保留住台湾民主命脉 台湾在风雨之中保留到最后一丝烛光的一个最关键的任务 关键的原因呢 就是他坚决缓共 而且在那个时候 他在当国务卿的时候 在最关键的旧金山合约的时候 在他掌权的时候 他当当埃生豪的国务卿的时候 坚决和埃生豪主张把台湾列入到自由世界的第一岛链里面 因为刚开始美国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来的时候 美国所划定的第一自由岛链里面 并没有包括台湾 在战后的第一次 美国所划定的和保护的和共产党之间的第一自由岛链 是从千岛群岛南韩到琉球群岛 然后划下来 千岛群岛到日本 琉球 然后到菲律宾 连南韩和台湾都没有划入到自由岛链里面 因为美国的疏忽呢 连南韩都没有划进去 台湾也都没有划进去 导致呢 这个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判断的错误呢 而发动了韩战 因为美国没有把南韩划入自由岛链的错误的结果 导致韩战的爆发了 韩战的爆发的结果呢 也引起了美国呢 开始反省这个第一岛链里面把韩国没划进去的错误的结果呢 顺便呢 美国也反省到 引起韩战的结果 如果不赶快把台湾也划进去的话 恐怕韩战的爆发也会引起台湾这边的爆发 韩战这边爆发 台湾这边也爆发的话 共产党的势力亲近了 连日本也保不住了 所以呢 才重新接受杜勒斯的建议呢 把台湾也划入到自由世界第一岛链 这个决定呢 才保住了台湾民族的命脉 一直到今天呢 一直到今天台湾还在美国所划定的自由世界第一岛链的位置 而这个关键的人物就是杜勒斯 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影响是 美国整个划定第一自由岛链在亚洲的自由世界岛链里面 这种唯独政策的制定者 倡议者就是国务卿杜勒斯 就是埃生豪的国务卿杜勒斯 由他的坚决主张呢 坚决的缓共政策呢 而划定了所谓的自由世界对共产世界的唯独政策 他的唯独政策呢 和第一岛链的唯独政策的主张呢 他对自由世界的贡献呢 不只是对台湾有贡献 而是对整个西太平洋的国家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今天来看确实是如此 要不然呢 连菲律宾马来西亚一直到印尼 全部都会陷入到红色的共产主义的范围里面 今天来想一想 菲律宾印尼都差一点点 连马来西亚都差一点点 整个陷入到共产世界里面 菲律宾和共产党 菲律宾共产党斗争了多久 马来西亚和马共斗争了多久 印尼和印尼共产党斗争了多久 如果不是划定了这条线 使得美国积极介入到对菲律宾共产党的斗争 美国加入到对马来西亚马共的斗争 美国介入到对印尼共产党的斗争 今天这些地方恐怕全部都陷入到共产党的世界里面 那更不用说台湾陷入到整个共产统治的世界里面 整个亚洲的情势 西太平洋的情势 就完全不一样了 来 去看一看 快度店摸棒 快度猝狗银 abrir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五金发哥 发哥开讲 介绍这本书 杜勒斯与台湾的命运 今天这本书因为分成九个章节 发哥反过来 从最后一章第九章 结论来开始讲 为什么 因为大家对杜勒斯不熟悉 所以发哥从结论开始讲 为什么我们要看这本书 台湾人非得了解杜勒斯不可 从结论讲比较快 结论讲前面的八章 慢慢在讲 从第九章结论讲杜勒斯 为什么这么重要 杜勒斯保住了台湾的民主 命运的结论 来倒过来讲 那么杜勒斯呢 是艾森豪当总统时代的国务卿呢 他主张了把台湾纳入到自由世界 唯独政策的第一岛链的重要位置 原来美国在战后 所划定的自由岛链里面 把韩国和台湾都秉除在外面 第一次划定第一个自由世界的第一岛链的时候 南韩没有划进去 台湾没有划进去 结果因为这个疏忽呢 使得苏联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都认为南韩没有划进去 北韩的金日成也认为 韩国不在美国所划定的自由岛链的保护的位置 所以他认为有机可乘 既然南韩美国没有划定为保护的自由世界里面 他们就发动了朝鲜战役 也就是北韩向南韩发动战争 因为美国不保护他 结果这样的疏忽呢 造成了韩战惨烈的战争 使得北韩做了和苏联做了错误的判断 牺牲了这么多人 也就是在韩战里面爆发以后呢 到后来的爱生豪 底下的杜勒斯呢 才坚决主张 把韩国和台湾一定要纳入自由岛链 明确的向共产世界指明韩国和台湾 是在美国坚决主张的自由世界里面的自由岛链的位置 韩国和台湾属于自由世界保护的范围里面 这个主张就是杜勒斯所主张的 然后爱生豪接受了这个意见 所以呢 台湾从此以后 列入到自由世界保护的范围里面 虽然蒋介石统治的台湾 不算是自由世界 但是是杜勒斯坚决主张台湾应该属于自由世界的一份子 所以才在美国的保护之下 这个受到好处的呢 不只是台湾 使得年代下来的菲律宾印尼到马来西亚 都因此而受到保护了 但是也因为这样了 杜勒斯等于间接的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你在我划入的自由世界的保护范围里面 所以蒋介石你非得实施自由的民主制度不可 要不然我就不保护你 如果你不是实施自由民主制度 那我保护你干嘛呢 所以因为这样啊 美国有正当的理由压迫蒋介石实施自由民主制度 虽然这个自由民主制度 在蒋介石的任内呢 有很多虚假的部分 但是你最起码你蒋介石就算是再虚假 你得用选举来选总统啊 虽然这个选举是间接选举 而且你的国民大会代表 还包括中国的国民大会代表 而且那个是绝对多数 但是你总得一步一步去改变啊 虽然你个总统候选人一任两任三任四任一起干了四五任 但是你总得一步一步的在压力之下改变啊 所以呢 这个也都是在杜勒斯的压力之下一步一步的改变啊 那么这个是杜勒斯所设定的台湾纳入到自由的第一岛链之中 第二个他也在整个自由世界的围堵政策之下 那么讲到杜勒斯这个家族呢 杜勒斯的家族从他的外祖父开始就参与了中国的事务 他的外祖父是李鸿章在马关条约的时候的法律顾问 在他的外祖父的帮忙之下呢 使得清朝呢 和日本的谈判在马关条约里面 虽然没有办法保住台湾和澎湖各浪给日本 但是呢 保住了他的辽东半岛 他的遗仗呢 后来也当了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呢 到了杜勒斯呢 也当了艾森豪总统的国务卿 也可以说呢 他们一家呢 和中国台湾的关系呢 是最密切的 所以当杜勒斯过世的时候呢 连当时的国民党的外交部长 像叶公超啊 顾维军呢 都不得不说呢 像杜勒斯这样的家族呢 大概是全美国对自由中国 当然是讲台湾呢 在美国再也没有一个人 和自由中国就是台湾的人 在美国的政治界 再没有一个人像杜勒斯的家族 对台湾这么友好的人 艾森也好也是说呢 像杜勒斯这样的人 是对整个亚洲呢 可以说呢 是一代的巨人啊 但是呢 像这么伟大的一个人 对台湾贡献这么大的一个人 又是一个时代里面 对共产党最特色理解的一个反共的巨人 为什么偏偏 蒋介石不喜欢他 他明明是对蒋介石的政权 保护了蒋介石的政权 不被共产党消灭 为什么蒋介石偏偏不喜欢他呢 其实我们想一想啊 在美国的人物里面 有两个都是很伟大的人 但是偏偏蒋介石不喜欢 但是这两个人啊 其实如果没有这两个人 蒋介石呢 恐怕连在台湾都被消灭了 一个是史迪威将军啊 一个就是杜勒斯啊 但是为什么蒋介石资恩不图报呢 原因很简单啊 杜勒斯和蒋介石都是反共 立场上都是反共 但是呢 杜勒斯除了反共和蒋介石 一样以外 其他都不一样 杜勒斯的反共 是站在自由世界的反共 是理念上的反共 蒋介石是口号上的反共 蒋介石是反共没有错 但是他是为了自己的权力而反共 蒋介石的反共是 争他自己的权力啊 争他自己在中国的统治权而反共 蒋介石的反共是汉贼不两立啊 他是和毛泽东在争在中国的统治权而反共 但是杜勒斯的反共是理念上的反共 杜勒斯家族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 他是痛恨共产党的无神论的反共 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反人性的一个存在 他认为反人性的共产主义迟早要崩溃 是这样的理念上的反共 所以同样是反共 但和蒋介石的为了自己的 在中国的统治权的反共是截然不一样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是和他蒋介石完全不一样的分野 是杜勒斯的主张是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大陆 因为杜勒斯认为呢 蒋介石退守到台湾来 台湾根本不属于国民党的 台湾根本是杜勒斯在旧军山合约里面呢 经过他设计以后呢 让日本放弃的领土 根本不属于国民党 但是国民党在中国失去了领土 被共产党赶到没有地方去呢 使得呢 麦克斯隆忍他的军队退到台湾来 为了对抗共产党 为了对抗共产党 所以他没有理由 让国民党整个沉到台湾海峡去了 为了让这个反共的力量 保存一点点力量 不得不容忍蒋介石的军队退到台湾来了 那是不得不的方法 但是杜勒斯事实上反对蒋介石的军队到台湾来 因为台湾这块土地不属于国民党的 杜勒斯想尽办法在旧军山 让日本放弃台湾的领土 但是他不认为台湾的领土是国民党 他根本就是反对台湾的领土不属于中国的了 他不认为台湾的领土是属于中国 他只是让日本放弃了台湾的和澎湖的领土了 至于怎么处理 他没有处理 他还没有处理 所以他完全反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他认为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是根本不可能的 杜勒斯为什么认为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是不可能的呢 因为杜勒斯认为蒋介石的政权在中国大陆就不得人心 他要如何反攻大陆呢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 蒋介石退到台湾来以后呢 慢慢的他的军队慢慢的会老化 而不得不带台湾生兵呢 不得不用台湾的年轻人来当兵呢 很快的台湾人的年轻人当兵的会超过他军队的三分之一啊 只要台湾的年轻人当兵的人数超过三分之一呢 反攻大陆就变成不可能了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所以杜勒斯是完全很理性的 蒋介石的军队有三分之一是台湾人当兵的时候 台湾人没有理由去反攻大陆了 因为他们没有欲望要反攻大陆了 台湾的年轻人去反攻大陆 他没有企图心要去反攻大陆 他干嘛去反攻大陆呢 三分之一的年轻人是台湾兵的时候 他干嘛去反攻大陆 他没有企图心要去反攻大陆啊 谁愿意替一个没有感情的领土去牺牲 身边去反攻大陆呢 这是杜勒斯所认为的 蒋介石不可能反攻大陆的第二个理由啊 第三个理由是什么呢 杜勒斯认为说 蒋介石退到台湾来以后 他要保住台湾 不让毛泽东来攻下台湾 他连保住台湾的力量都没有 都要靠美国出动军队 出动舰队来保护台湾 才可能保得住台湾 他有什么力量在反攻大陆呢 他连自保都不可能 都要靠美国的力量 他哪里还有力量在反攻大陆呢 他连自保都不可能 所以他完全一眼就看穿了 蒋介石想尽办法 都要把美国拖进去他的战争里面 他想尽办法要把美国 拖进他自己的野心里面 他想尽办法要把美国的军队 拖进去他的反攻大陆的陷阱里面去 美国有任何理由 拖进到他的野心里面去吗 何况他的政权是这么腐败的政权 基于以上三个理由 杜勒斯认为 美国绝对不能够陷入到 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的神话里面 最后最后一个理由 是杜勒斯最大的怜悯的心理 就是 蒋介石的反攻大陆 不能够危害到台湾人民性命的安全 杜勒斯认为 台湾人被日本人统治50年已经够悲惨了 台湾人民有什么理由为了 蒋介石自己的野心而赔上他们自己的性命去反攻大陆呢 为了保全台湾人民性命的安全 一定要阻止 一定要阻止蒋介石把台湾人民的性命拖进去他自己的野心里面去去反攻大陆 杜勒斯基于这些考虑 杜勒斯向艾森好建议 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来 绑住蒋介石 让蒋介石不得动用他的军队去反攻大陆 而且呢 蒋介石动用武力去反攻大陆 一定要得到美国的同意 因为他动用他的武力去反攻大陆 不是他的问题 他一定会把美国拖进这个陷阱里面去 而且他一定会把台湾人民的性命拖进这个陷阱里面 而美国来协访台湾 美国和中华民国订定黄域条约的目的 并不是要帮蒋介石赔上性命去保护台湾 所以美国和中华民国 也就是和蒋介石的政权 订定黄域条约 附属的条件 就是蒋介石的军队不得反攻大陆 动用任何武力都要经过美国的原准 这个后来在明文上秘密的条约上都已经签订了 逼得蒋介石不得不对外宣布 从此以后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将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 这个策略背后的意思就是美国和蒋介石的政权签订了 动用任何武力 美国都有伙绝权 这才是背后真正的原因 而台湾人不知道 也因为这个条约 也因为这个约束 是杜勒斯强迫让蒋介石签订的 所以蒋介石对杜勒斯很独立的 但是站在台湾的立场 一定一辈子不能够忘记杜勒斯这个人 因为杜勒斯抢救了台湾人民的姓名 也因为这样才没有被蒋介石拉去反攻大陆 赔上姓名 赔上台湾的安全 这个是重点重的重点 这样子我们听众朋友 你搞清楚了吗 我们差点被蒋介石 拖去反攻大陆 赔上整个台湾人的姓名安全 这就是花国讲的 台湾人不能不了解 这个杜勒斯的原因 今天讲不完了 今天暂时讲到这里 多谢热收听 明天再感觉时间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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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